是否因為說錯話 導致女生生氣了 因為最壞就是Edan 不要說最壞 最壞都是我 我這些橫皮的爸爸 就是想跟女生灑花椒 我明知道她不喜歡我說她的 所以Edan來上節目訪問 我寫了真的很女 她姓女的 我叫她女世安 不是叫女長安 然後還送了MIRROR的Blu-ray碟給我 我真是謝謝她 乖 我一出了我家廳 出了就躺在那裡 她說我女兒走出來 你寫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的 我裡面看著的 你追蹤我 追蹤得這麼緊貼 這麼巧 我就是見到你寫 寫什麼 刪除了她 我說不是 我也沒有寫你 我女兒姓女的女兒 不給 我說不行 你說我聽什麼 行不行 我這些東西都不給 不給 我刪除了 她要她刪除了 她就幫我刪除了那句話 所以你現在看到 那句話是沒有了第一句的 如果你看到第一句話就恭喜你了 我會出NFT給大家買的 總之她說完之後 我就要哄她了 答應她以後我就不說了 她說我都說不是了 不要告訴別人 我不喜歡她 不過我是否棄言呢 我不知道 總之那個Bullway碟現在的家裏就不在我那裡了 不見了 有人拿了 那你就知道誰拿了 所以我問大家 最近環球和商台 灑花槍 是 是 是 這對灑花槍是否可以教你 那不是靠我了 不過我沒有看到聲明 不過我覺得每一個唱片公司 愛惜自己的歌手是一定的 他們緊張 就很正常 我也都很諒解 不過我們作為節目主持 我們播歌的時候 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確實播的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理會那些歌 是哪個唱片公司 甚至是哪個歌手 我的事都不理會 就是沒有說她是天王 她就是一哥 一姐 我們就要播她的歌 我們通常都是那首歌好聽 我們就播吧 就算是那個獨立歌手 名不經傳的 哎呀 歌手好聽 我們都播 所以你看到我們即差每年頒獎禮 有時頒獎 你會拋頭 這是哪個歌手來的 怎會拿獎的 就是因為我們那首歌好聽 所以她的歌就拿到獎了 我們是這麼單純的 所以我們甚至乎不會說 這間唱片公司播幾首 這間唱片播幾首 不如那間唱片播幾首 不如我真的沒有 所以很可能有一年我們播了這麼多首 自己喜歡的藍 不是代表好不好 是自己喜歡的歌 原來編了一兩間唱片公司 都不出奇 因為剛好我喜歡的歌 就是那幾間唱片公司的歌 真是剛好 不過當然在唱片公司的 看她的歌手表當中 我都見到她們的歌手的歌 很多都好歌 我們都有好播到 播得都挺好的 例如也有的 Egger都播得很多 其他可能播少一些 只不過是比較上 她不是不喜歡 也不是不好聽 只不過是有一些是播多了 而多與少確實 因為不是一個人播 我們是很多個同事 也都沒有討論過 你播了誰 我會播誰 有時年尾我們跟我們頒獎禮 我們其他DJ不頒獎那些 因為我們不知道 其他人頒獎的 我們全部寶物的 我們坐在後面 聽著那個榜的時候 一到他們第三位起這首歌 我們會 咦?他?我們播這麼多嗎? 這樣 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會計算自己 也都不會計算別人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辭之有行 這個方法我們都覺得 是用這個方法代表著 這個樂壇的某一個的狀態 可以用這個方法給你呈現 你覺得上這個樂壇是這樣的 當然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所以不同的班長 是用不同的機制 我覺得我們這個機制 我覺得都挺好 繼續都有我們DJ喜愛的歌 我們喜愛不代表是好不好聽的 是我喜歡的 也都有樂迷喜歡的歌 樂迷喜歡就是樂迷喜歡 可能我們覺得不好聽都不出奇 所以就用專業推介 和樂迷投票兩個的獎項頒給歌手 我們繼續努力 可能繼續都是 繼續不管哪個歌手 繼續不管哪個唱片公司 正是我喜歡不喜歡這首歌 我喜歡就可以了 回GM 長時間 我們也沒有 回到